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喵妹说电影,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个隔墙有人的故事,公共住宅的恐怖。 一天夜晚,小妖走在回家的路上,忽然发现一旁的电话亭门口夹着一个芭比娃娃,边上还写着求救的话。 她好奇地拿下来,又看见电话上的纸条,让她去公园里救救爸爸。 这就同言同语让小妖心情一下就好了起来,于是决定去公园看看。 经过一番茶角,她发现爸爸是一个身形壮朔的人偶,背后还夹着一张纸条,救救妈妈在自行车场。 小妖想了想,既然都来了,那当然要把一家人齐齐沉沉地救下来,对吧? 在停车场身处,她找到了在两块砖中间的妈妈,妈妈头上又是一张纸条,请求她也舅舅当中的那个人。 小妖行着人偶指的方向往集装箱堆长里走去,走着走着,她忽然醒悟,当中不会是集装箱的风系里吧? 小妖打开手机手电筒,果真发现一名男子被绑在里面,这吓得她一时说不出话,而男子嘴里一直说着谢谢。 背后忽然响起轻微的小步声,小妖回头一看,接着就陷入了昏迷。 镜头一转,单身独知的小川应付着母亲的催婚电话,刚坐下来准备吃点东西,她突然听见隔壁传来女生放飞自我的声音,将耳朵贴到墙上去听,果然是从隔壁传出来的。 小川走到阳台,看着邻居家的灯火,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动静没错了。 隔天回家,她却发现邻居窗面站着的是个虎妞,小川不仅有些可惜,还以为是一个美女。 打开家门,她又听到了那急喘的声音,但这次邻居家并没有开灯。 回头一看,虎妞才刚刚出门,奇怪的叫声一直持续到了凌晨十二点,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小川发现这是求救声。 她怀疑是虎妞囚禁了一个漂亮女子。 小川连忙走出门,在虎妞门前徘徊许久,却还是没敢按下门铃。 一回头,猛然发现虎妞就站在她身后,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 两人都觉得对方是个变态,在房子里囚禁了别人,还扬言要报警处理。 小川又像网窗一样回到家中,在门口却听见了剧烈的求救声。 这时,她则忽然意识到人可能被困在房子间的缝隙里。 小川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,果真看到了被绑起来的小悠。 小悠嘴里一直说的也是谢谢。 而小川回过头,幕后黑手已经拿着扳手站在她身后了。 最终,小川的命运会怎么样,导演没有给出答案。 另有女生的母性和男生英雄救美的虚荣心,将两人一步一步引入陷阱。 幕后黑手似乎十分通晓人性,但这样做的动静又是什么呢? 还是袁隆平爷爷让他们吃得太饱了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喵。